荣佛将在60天内迎来中选举 荣佛向来被视为是巫统的堡垒区 直到2018年大选才首度变天 但随着发生喜来登政变 土团党出走导致西蒙政府倒台之后 荣佛政权已经是重回巫统的手中 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今天出席活动时 他也透露 其实西蒙领袖他们上个星期 跟首相伊斯麦沙比里会面时 首相已经表明不赞同在这个时候 举行荣佛州选 只是荣佛州政府他们一意孤行 那么好了 既然政权在手 而在野党他们也没有大动作逼宫 甚至可以说是抗拒州选的 那么为什么身为执政党的荣佛巫统 却还是要坚持解散州议会呢 政治学者黄敬发认为 荣佛州选其实就是巫统内斗的政治戏码 他指出乌统党内如今分为两大派系 一个是党内的当权派 那么另外一个呢 就是在内阁的官职派 当权派推动了柔佛闪选 其实无关公众利益 也并不是为了要缓震愚民 目的是要在党内建立提早大选的正当性 逼供首相解散国会 好让乌统当权派能够东山再起控制政权 不过马大副教授 旺自曼在接受8.48访问时就指出 巫统自从赢了马六甲州选之后 他们全党上下气势如红 如果再强势拿下柔佛将推高士气 在来一届的全国大选也将会更有胜算 尤其在野党目前四分五裂处于弱势 不再此时进攻更待何时 执政柔佛的巫统在无人逼宫下 在马六甲州选黄胜后 巫统上下士气大阵 当下局势最适合成胜追击 奥阿兹曼认为这让巫统看到了集中火力 逐个州属举行选举是获胜的方程式 这也可以让国阵在之后的全国大选 专心应付国会议席 ケtering这些反省的滓动 次连购 他们更低于越野党 他们在越野党 对越野党 新冠有持续的分数 原谅大选举 大选举 就是从越野党 对越野党 比较多的 什麸的封约 它会让任何华尔省 这个反省他们 做一些变化 和有空的 成为了最大当地的争取政政策。 武统信心满满,机关算尽,政治学者黄金发指出, 武统看准只要州选的投票率低,那么胜算就越大, 只需要保住基本盘就能拿下柔佛。 他甚至预测,以目前局势来看,没有意外的话, 国家不但有机会夺得半数议席, 甚至可能拿下超过三分之二的议席, 强势执政柔佛。 黄建发提到 柔佛巫统极力促成闪电周选 并非为了公众利益 实际上是要逼宫首相 尽早举行大选 一旦巫统再度拿下柔佛 党内要求解散国会的呼声 必定高涨 如果莎弼利还是坚持不解散国会 只会让他在党内不受基层欢迎 变成一个巫统对手支持的巫统首相 柔佛巫统和巫统当权派的算法就是 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赢定 要么就是我赢了周选之后 逼你解散大选 然后缩短 Esmile的任期 让新人取代 要么就是我赢了周选之后 你坚持要维持下去 你就会在党基层中变成过界老鼠 党选的时候 你大概也很难赢了 刚才黄信发有提到 巫统解散柔佛州议会 是因为巫统两大派系 当权派还有官职派在决立 要施压首相 尽快举行全国大选 而巫统这场内斗 可能还会触发更多州属提早周选 在野党预测 继马六甲和柔佛之后 由党主席安某扎西领导的巫统当权派 接下来将会继续策动霹雳 还有击打也提早周选 而首相建屋统副主席 伊斯曼莎比利他 今天回到自家选区 去出席活动的时候就表示 提早周选是各州政府的权限 是看州政府 州务大臣与各州苏丹或州元首 商讨之后所做的决定 中央政府无权干涉